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放掌 我们昨天晚上刚从马来西亚回来 这一次新加坡有祭祖西念的法会 马来西亚两天的念佛 两天的法会 这一次到新马去跨年 做祭祖念佛西念法会 这一趟前后半个月 回来这个国历已经是113年了 今天是中华民国113年1月4日 我们这次到新加坡一年也很舒适 也邀请孔凤志冠孔子的第七十九代 迪长孙 还有中华吴敬登学会 唐老师夫妇 孔凤志冠他们夫妇两人 一共四个人去观礼 参观我们祭祖这个典礼 也认识了在新加坡南洋孔教会 孔教会其中有两位 也是姓孔 一个是财务长 另外一个是习法的 孔家的后代孔子的后代 也彼此借这个机会认识教理 我们住的那个福利法酒店 王老板他介绍的 他也是孔教会的荣誉会长 是他介绍的 我们住他的酒店都他招待 过去先师经老和尚到新加坡 也都是住在他那个酒店 他父亲在世的时候 那么他都招待 这是这一次到南洋座法会的一个姻缘 这个因缘也很难等 在疫情之后 这个停了四年 又能够再次到那边跟大众结缘 这个也是很难等的 疫情过后 这个世界的确受到了非常大的冲击 那我们现在大家所关心的经济 是全球性的 受了疫情的影响 这个经济啊 全球性的都比较萧条了 那么有少数的行业是更好 但是多数的行业啊 那就受到影响很大 因此啊 大家也都很关心这方面的事情 那么现在 这个 这个地球上啊 可以说 天灾人火啊 这个 很平缓 过去先师敬佬 在讲集当中常讲 这个 现在灾难啊 一年比一年多 一次比一次严重 那我们现在看每一年啊 世界各地啊 天灾人火啊 那的确啊 是一年比一年多 一次比一次严重 我们 在这个疫情当中啊 疫情还没结束 那就发生战争 恶务战争 今年啊 去年啊 去年啊 去年又发生了 以哈战争 更为惨烈 各地的啊 这些天灾啊 地震啊 风灾啊 美国那是龙简峰 在内地啊 都龙简峰 日本啊 地震 这个今年啊 一月一日 日本 石川县就发生 7.6的 大地震 相当严重 那么二号啊 也就是 飞机去撞到一个一个 保安厅的小飞机 去撞死了五个人 大飞机着火 还好 那些乘客 大家都逃出来 这个是 不幸中的大幸 但走出是一个灾难啊 那么 一个新年的开始 那么 我们也看到 就发生这样的一个灾难 所以今年啊 有人意言啊 是 有很大的变化 是一个 今年是 过农历年啊 就农年了 农呢 代表变化 那要怎么变啊 是往好的方向变 还是往不好的方向变 那这个就很关键了 往好的方向变 那当然 你人心向善 那就往好的方向就发展了 人心如果 还是执迷不悟造恶业 那就往不好的方向去发展 往不好的方向去变 这是佛在经上 那么世间的圣贤在经典上 也都给我们讲得很清楚 这个灾难 都是众生造恶业 所以太上感应篇开头就告诉我们啊 霍乎无门啊 为人制造 是人制造出来的 灾货福报 都是人制造出来的 人心善感召就是福报 风调已顺国泰民安 人心不善造恶业 那感召的就是天灾人佛啦 这个感应篇一开头就给我们讲了 所以这个是真理 那佛在经典上讲这个 善乐因果讲得就更多 更详细更深入了 感应篇讲的这个 都是属于现世报 那佛讲了三世 那佛讲了三世 那讲得圆满了 过去以现在未来 所谓三世因果 那么讲三世 就圆满了 那感应篇主要讲我们现前 这一次的现世报 就是你现在 所以今年熔年 都看人心怎么发展 怎么改变 今天我们华藏 也有下午两堂课 讲这个礼仪课 礼仪课的方面 那么我们讲到这些礼仪啦 我们讲的 人心啊 要往好的方向发展 还是往不好的 今天农年是很关键的 农年很关键 那么在秦苏之耀里面讲 一个国家政府领导人 他带动了方向 那就很关键了 他带什么头 他怎么带 他教育人民是教什么 那这个就很关键了 如果教育人民啊 你是教这个十二页 教不孝父母 不敬师长 不慈悲 造二页 那 毕竟敢造的是灾难 造了二页 虽然果报没有 即使就现前 但是啊 慢慢他就现前了 现在造了二页 还能够 当大官 还能作威作福 还能享福 就是过去世啊 他也有修善业 所以有福报 那过去世的福报如果享尽 那这一生呢 不懂得再继续修复 造二页 那福报呢 他的损耗也非常快速 很快就损耗掉了 福报享尽 二报就现前了 所以 善有善报 二有恶报 不是不报 十成未到 所以善恶因果 这是事实真相 无论你什么人 中国人 外国人 贫富贵贱 男女老少 这个因果利 都是一样的 地藏菩萨本念经给我们讲啊 无论江湖以敌 老幼贵贱 或人或神 或天或鬼 你造了那个地藏 就是一样受那个宝 无论你什么人 没有例外的 也没有特权 所以世间的法利啊 人可以去钻 但是因果利 人人平等 因果利是什么呢 自作自受 你自己造作的 你自己去享受 去承受 那跟别人没有关系的 跟自己啊 有绝对的关系啊 都是自己造作自己去承受啊 那么圣贤人佛菩萨之道 过去是有造畏业 那这一生受恶报 他明白这个因果的道理 所以他不厌天不由人 逆来顺手 至于造这个业 自己现在造这个报嘛 你怪别人 怪老天通通没有用 只有自己去做一个改变 那才有用 这个很重要啊 这个很重要 我们今天上这个礼节课 这个礼仪课 礼仪课呢 这个礼啊 它是一个仪式 也有它的内容啊 这个内容啊 就是自卑而尊人了 要通人情世故了 通人情世故 这是礼的精神啊 就自己谦卑尊重别人 一般讲礼让 礼让 那么让啊 根据这个礼啊 让 这个礼呢 道理很深啊 道理很深 那么 邪如老人编的这个 常礼节要活泼的啊 我们看起来好像不难懂啊 但是它很深的道理 我们如果没有看到 他老人家的讲迹啊 实在讲啊 实在讲啊 我们也是粗心大意啊 看一看啊 葫芦吞枣啊 大概就这样啊 不知道啊 他深沉的这个含义 所以礼啊 讲个人情世故了 那么人情世故呢 这个 中国 讲情礼法了 讲情礼法 那么西方世界啊 比较强调法理 那么如果只讲法理 那就伤感情嘛 就没有情 人与人之间就没有情意 没有情意啊 这个情是建立在 道义这个基础上 所以叫情意 所以中国讲啊 合情合理合法 那么我们讲理啊 那也要顾及到情 讲到情也要顾及到理 所以情礼法 都要坚固啊 这样才圆满了 在顺服人性 才顺服人性 那么人性是什么呢 我们简单讲啦 人的感受嘛 你的感受啊 你的感受很 很翻喜还是很难过嘛 这个就是人性嘛 那比如说 这个有很多做父母的把儿女 送到美国去读书 然后去美国找她儿子 吃饭之后啦 说 父子啊 付个人的账 他连一餐饭他都不付 他讲有理啊 我们这边都这样啊 外国都这样啊 那你看这个 中国的父母去 他做何感受 我养你这么大 提供这么多钱给你来念书 我吃一餐饭 你要跟老师 零算账 你在做父母的 会都没事吗 如果都没事的 我看那个父母也是 差不多跟他儿子一样 那这个就讲到情意的问题 随时娶了外国那一套回来 跟着父母就对着干了 那这个我们看了很多 很多 所以有很多同修啊 送儿女去美国念书 我说 你现在以为很光荣啊 阿伯你就不靠没白色 你要哭都没有眼泪 你要再高兴 这个是什么 医痴 没有智慧 没有智慧 你看他书念了那么多 回来 他也不孝顺你 然后跟你顶嘴 然后跟你干 你生病也不理你 你说他读那些书 有用吗 还是让他不要读书啊 他会孝顺 我看他 我的选择会这样 你们的选择我就不知道 你只是一个虚容 我一直读到什么博士 博士 博士 现在多的是啊 我也是博士啊 是不是啊 多的是啊 关键你要实用 我们讲 这个我们说人生都讲现实 我们讲现实一点嘛 这就是现实啊 那现在人说讲现实 可能根本他 他也不去注重现实是什么 现实就是现实的利益嘛 好处嘛 那你把那个坏处当做好处 好处当做坏处 那不叫颠倒 那我们平常心就颠倒了 你说灵命中会心不颠倒 那有可能吗 我们念弥陀经说心不颠倒 灵命中心不颠倒 我们平常就颠倒啦 灵中才会颠倒 那你要灵中不颠倒 你平常就不能颠倒嘛 是不是这样 那不是说平常我们都不颠倒啊 灵命中突然颠倒 没那回事 平常你自己颠倒 你就自己都不知道 所以这个没有善知识给我们开示 我们真的不懂啦 不懂 不懂 不懂将来道三恶道气啊 莫名其妙的 要是怎么去的也不知道 愚痴啊 无知 很可怜啊 所以佛在经上讲可怜名字啊 众生迷惑造业受苦 不知道为什么 那这不是可怜吗 那真可怜啊 可怜名字啊 所以佛出现在事件就告诉我们这个 善恶 六道轮回怎么来的 你怎么解脱 怎么处理六道 怎么明心见性 见性成佛 大慈大悲啊 旧苦旧难 那么刚才谈到这个 农连啊 有很大的变化 农连啊 我们也不要去 什么看相算命啊 看自己的心比较重要 我这个心是 我起心动念是 贪嗔痴还是戒定慧嘛 你是 你是理 有智慧的 还是愚痴嘛 你问自己的心啊 我这个心有没有迷惑颠倒啊 这个叫愚痴 其实贪嗔也都是从愚痴来的 这个愚痴啊 这个愚痴啊 是吃毒 贪嗔都从吃毒出来的 吃你不容易发觉 那贪嗔比较容易发觉 贪嗔啊 比较贪心 贪腐 贪财 那这个我们 无论什么人我们看得很清楚 哦 那个这个这个这个不好 那成恨心发脾气 乱杀人 那个不好 这个明显的 我们看得出来 那吃毒啊 他毒害你的法生毁命 那这个就一般人他不了解了 为什么不了解呢 把对的当作错的 错的当作对的 是非善恶 争妄邪症 连利害得失 他都没能力分辨 把错的当作对的 对的当作错的 他去执着那个错的 就与此啊 协见的 与之 那因此我们才要读经嘛 经是一个标准 来修正我们错的思想 言理行为嘛 所以不读经你就没智慧 你就没有智慧了 没有智慧呢 那么你又乱听现在那个 新闻乱讲的一大堆 言论自由 自由的邪知邪见的 充满了整个智慧 你有能力分辨吗 有几个人不误入邪见呢 不会被邪见所迷惑呢 那这个很难耶 他一旦先入为主啊 他就认定那个是对的 你后面给他讲那个正切 他顶不进去 他排斥 那现在呢 这个大还有忍在啊 这个很多啊 非常多啊 所以杀人的生命啊 罪比较轻 杀人的法身会没有罪子最重的 因为生生世世他都欲吃啊 那么你杀一个人的生命啊 这个杀一个人的生命啊 他只说这一生的命断而已嘛 他四九天才去投胎 要换一个身体 所以这个罪还比较轻 杀人的法身会没有 他生生世世医师而已 那么医师是剁畜生道的原因啊 那这个很恐怖的啦 不懂因果报应啊 不读佛经啊 人啊 他不知道怕啦 那读了 读了明白了才知道 哇 这个太恐怖了 所以我们台湾再过几天就要选总统了 这个国际先师经老和尚讲啊 因果票 因果票 那你不要说我投这一票啊 不要被因果 那我通通不去投也要被因果 也要被因果啊 因为你在这种制度之下你就逃不了 你逃不了因果 除非你到极乐世界去这些六道的因果就 跟你没关系啦 那你还要在六道你总离不开因果 来想合不合理啊 你选对了人 那你有功德啊 你选错了人 那你有罪够啊 这个都有贡献 那这个叫佛经讲的贡献 那共赢 那么我们现在这个民主社会啊 真正贤能的人出不来 真正贤能的人也不会出来跟人家敬贤 但是呢 你说这个 不是这个圣贤这种标准的 但是还是有的比较好 有的比较不好嘛 好像苹果两个都烂了 但是找一个比较烂的少一点 那我们多吃一点嘛 那我们现在只能这么选择啊 不然你到哪里去找孔子啊 现在孔子出来都选不上的了 孔子都让人也不会去骂人 他怎么会选上 人民就不会选他了 他就选那个比较会骂的那个 看谁骂得好 谁能上 但是这个 虽然是他们这个选举的手段 但是我们也要看他的政策 现在我们不要去管那些了 还有一个 在过去孔子这个标准啊 一个 君子啊 不要说圣贤啊 君子他都不可能去跟人家争的 人家推都还不愿意出来 就让闲 但是现在呢 这个时代啊 有时候你要当人不让 你再让下去啊 人民就惨了 所以这个 这个 选举啊 这个 因果票啊 因果票 但现在很多人他 不知道 他就是感情用事啊 都是很不理性的啊 这个 现在这个执政党啊 提倡的是不要礼以廉耻 最近大家有没有看到那个 北英尼中那个老师啊 那个 我现在新闻 报得很很大 他就这个 108课纲嘛 那么把这个文联啊 那么改得呢 让现在的学生 不认识自己祖宗的历史文化 那么他就是要切断啊 这个 人民啊 对自己祖先的感情啊 不要 你跟中国啊 这个祖先有感情啊 所以他就会用文化 去给你断除 那么他断除这个 刚开始我就说 这个是文化大革命 是另外一种的 不同形态的文化大革命 所以我就很反对啊 我就很反对啊 但是有几个人知道呢 大多数不知道 那一种不同形态的文化大革命 那一种不同形态的文化大革命 但是这些人怎么 都没有智慧去混编 因为他也 业障 业障 我话来讲业障 业障深重 那么我们刚才谈到这个 很重要的 现在要选举了 大家 国家兴亡 匹夫有责啊 不要说 哎呀我们小老百姓啊 跟我没关系啊 怎么会没关系呢 大家都有责任的啦 没有国你就没有家了 那么所以国家国家嘛 所以我们这个佛话讲啊 上报是从恩下去三土苦啊 那么 是从恩啊 父母恩 师长恩 国家恩 众生恩嘛 没有国家给你保护 那么我们流离失所啊 这个就很痛苦啊 所以国家如果受到欺负啦 侵猎啦 那这个人民就非常痛苦啊 流离失所啊 非常痛苦 你看现在这个 俄乌战争啊 俄乌战争啊 以哈战争啊 你看这个就 就很惨了啊 那这个国家呢 他保护人民啊 一般只知道啊 军事啊 买武器啊 这是一方面啊 那这一方面 那不是 那个不是绝对的啊 不是说只有武器很厉害 那你就能够 这个把国家治理的好 那他只是一部分啊 一部分 用兵这方面 只是一部分 不是说 你武器很精良 你这个国家 就不会拜王 不是这样的啊 所以 伦理啊 这个 子宫问孔子 要怎么样 要把这个国家 治理一个国家 治理国家 治理好 一个足兵 足食 民性 就是说 就是说 人民这个有吃的啦 那有军队啦 保护这个国家 那还有 人民对政府要信心 要信任 因此啊 因此啊 看到现在世界各国啊 都是一直在发展这个武器啊 那这个是金被竞赛 在竞赛 在竞赛 在比赛 那么这些金被竞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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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绝对就能够 复国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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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也不是啦 啊 也不是 啊 啊 不是绝对啊 你这个武器很强啦 那你就能复国了 啊 你就能够复这个国家了 啊 你看那个 美国不是现在那个 科技最最发达的 啊 他的武器最厉害的吗 那他国家安全不安全啊 啊 那这个答案不是很清楚吗 啊 现在弄的是 全世界都不得安宁啊 啊 所以治国啊 武器 军队 它是一部分啊 不是全部 啊 如果你没有的吃的 你武器再好 你有用吗 你用得上吗 你也用不上啊 是不是啊 啊 你武器再好 没有面包 饿的都不行啦 那武器能用吗 啊 啊 因此我们要有 一个很 清晰的认知啊 啊 这一切都是人心啊 你问好为心嘛 那佛不是讲得这么清楚吗 啊 你能 世界能治理的好 你心正确了 你的知见正确了 你的知见正确了 啊 引导人民 引导世界 走正确的方向 要往好的方向发展 那你如果 你的知见错误了 知见就是导航啊 你导航导错啦 那你跟着这个错误的导航一直走 你走到最后 你达不到目的 达不到目的还好 恐怕有危险 是不是啊 所以这个我们人民啊 现在呢 用这种民主制度的 对人民是很不公平的 这种民主 现在这种民主制度 每个人去选一票选总统 我说对人民是很不公平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些人民他有没有受过教育啊 他认识不认识啊 有没有上情书制药啊 我现在天天讲情书制药 有上课吗 你们有上吗 没有上你怎么懂得去选呢 那么 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啊 人民你不教他犯错 把他判刑是不合理的喔 你只是定法律 你犯了法判你刑 那你有没有教育他呢 你有教他呢 他犯了 那么 你判刑这才合理 所以孔子反对 反对说不教俄法维持虐 你虐待人民 现在有在教嘛 那没有教呢 那贪污很正常啊 他不懂贪污有 有什么触罚 只是你定个法律要要处罚我 那倒霉被你抓到了 印记不好是这样嘛 他是这么想 他没有认为这是不对的 因为他没有这个道德观念 那你能怪他吗 你没有教他你能怪他吗 现在练到佛事他也没有道德观念 他只是怕那个法律 他并没有 清楚认知说 哪是对的哪是不对的 他没有这个善恶的标准 他没有 那个不好的灯是对的 现在都颠倒了嘛 只要我能得到 那管他是对不对 就这样嘛 现在人的思想是这样的 而且很恐怖的 大家都不知道恐怖 现在这种政府这种交易啊 就是都在交恐怖分子 这恐怖分子在哪里 这你家啦 你的儿孙就是恐怖分子 这个恐怖分子 比外面恐怖分子更可怕啦 但大家不知道怕 到时候来给你找麻烦 弄你的钱家子 激钱不灵啊 那不是很恐怖吗 那关键在哪里呢 教育啊 你没有好好去教育他嘛 那教育用什么教育 用经典啊 不能用现在的他什么博士 他一百国的诺贝尔奖 那个也不行啊 那也是协职协贱啊 但现在人的价值观就是看那个啊 只要他得到诺贝尔奖 他讲的什么都是对的 哪有那一回事情 他讲的你要拿经典来对照 跟经典一样不一样 我们佛法讲私以法 叫依法不依人嘛 第一条嘛 不管你什么人讲的 在家出家 贫富贵贱 你讲的不符合经典 那我们不能依他的啦 你要依经典才标准 经典就像造谣经一样嘛 那么为什么现在要会去读经嘛 因为那个造谣经没有给你弃掉 我这个原型都被你们看出来啦 所以他会掉啊 他想对不对呢 那会掉他没标准啊 他胡作妄为理怎么乱搞 你也不懂啊 你也不知道啊 就这样嘛 所以我是人为言轻啦 讲的没有什么人会听 但是总是把我自己的心里的这个想法 跟大家讲一讲啊 每一次到贤疾啊 我都是很这个 很愤慨的啊 这个 这个 你愤慨也没有用啊 那些人依慈还是依慈啊 那还是执迷不悟啊 我不是讲外面的人 我讲我们敬忠同修 很多是执迷不悟的 他都放不下他那种 错误的执着 那叫愚慈啊 这个厉害 就摆在眼前啊 大家还是 执迷不悟 他还是不觉悟过来 他还是要执着他这一个错的 而且坚持到底 人有去教 都还教不好 人如果通通不教 那不是更离谱吗 是不是啊 你有教起码 他做不到还有个概念 知道哪是对哪是错 只是自己做不到 他还有个善恶 四位善恶的一个标准 如果你通通没有教 他通通不知道 那就更 更糟了更离谱了 所以那个北印尼那个欧老师讲的 我很赞同 我没有给他伸言 因为我是中华 传统文化卢士道的荣誉理事 荣誉理事 他在提倡中华文化 我能 不伸言吗 我当然要伸言 是不是啊 因为他讲的对嘛 我们就要支持他 如果他讲的不对 当然不能支持他 这样 就是很理性的 这个不是感情用事 就是啊 那么他讲这些 那么这个现在选举的时候 当然也会贴标签 那还有 我看这个新闻报道说 这是 叫这个礼益联署是支纳 支纳是以前日本人 比较讲中国的一个 指中国人 叫支纳 日本也是忘恩负义 他的东西都从中国学过去 然后歧视中国人 这一点啊 这个 这个是 他们这个国家政策的一个 很大的错误 但是不是全部日本人都这样 那我们要 讲公道话 因为每一个国家 无论什么样的族群 都有好人 都有坏人 都有君子 都有小人 都有 那不是说 所有日本人他都歧视 那还是有一些人他是 很重视中国文化 像这个 宏德仁先生啊 他还很小 日本那个利泽大学啊 他们就去 去请他去日本了 所以这个 这个 这个 利泽大学 跟这个孔德仁先生 几十年的交情 他还在山东很小 他们学校都 去到他们家乡了 集气去 去请他了 后来交流很多 每一年啊 季孔啊 他们都会来 所以今年这个 六月十号 日本利泽大学啊 日本利泽大学啊 跟孔奉士官啊 奉士官啊 他是总统府的职 特任官啊 过去 是明清时代叫 远胜公 那么孔德仁先生 是最后一任的远胜公 到中华民国啊 就改为奉士官府 那么奉士官府啊 有编制 有公务人员 有薪水 有办公的地方 是总统府的特任官 那么我有请问唐老师 特任官薪水一个月多少钱 他说十六万啊 十六万 那以前啊 我们牢上的老师 李炳南老吉士 就是在大陆山东七户 就是在孔德仁先生 他们家 这个奉士官府 当主任秘书 当公务员 当五十年 后来 对立抗战 迁到重庆 国共内战 迁到台湾台中 后来李登辉总统的时候 把他取消了 就剩下奉士官 那个府没有了 府没有就不用付薪水 也不要办公了 这是编制的 工作人员都不需要了 现在有这个名义 那个府没有了 所以 这个 孔奉士官啊 他其实成立一个社团法人 跟我们法杖一样 这个自成仙师 社团法人 他自己当会长 所以 李登辉总统把这个奉士官府 取消掉 当时我听我们老婆上讲 他说 国家提倡 不尊师重道 因为从汉朝到 这个清朝末年 一直到中华民国 李登辉总统之前 多尊重孔子的后代 尊重孔子的后代 那也是提倡尊士重道 那现在呢 李登辉总统取消掉 就是提倡不要尊师重道 所以现在在学生很不好教 学生呢 都没有把老师看在眼里 国家是教这个 教你不要尊重老子 不要听老子的 这老师啊 你还可以给他打分数 你喜欢呢 这个就 给他打高一点 你不喜欢呢 就给他开除 那学生他怎么教的 教的好 那么 不提倡尊师重道 就是不孝父母 不相关的 因为老师是教孝 那你这个 而你不 不尊重老师 那老师叫他 你要孝顺父母 他会听吗 那肯定他也不听了 那也不甩你啊 那不甩你回去 就对你不孝了 那不是咎由自欺吗 大家想是不是这样 这个问题很严重 这个一般人他不懂 所以你知道这些不懂的人去投票 你说公平吗 他是无知啊 你说这种选举制度 会出好的人吗 所以孔子来选 肯定选不上 那这坏人来选就比较容易选得上 好像是这样 那现在呢 我们也是这个 没办法啦 我们就是在这个制度上 早上我收到那个什么选举公报来 每次看到那个就是很 这个 很感慨的 那个选 那么起码要理性一点的嘛 那人民都是比较感情用事的 随一些风向 那是会怎么带啊 那怎么 激起人民的情绪啦 那么情绪最容易激起的就是仇恨嘛 很仇恨 那这个都不是很正确的一个选举 不是不健康的选举 但是现在也没办法啦 那就是 这好像已经形成风景 所以人民呢 看着乌烟脏气 台语叫做 乌煞煞 乌煞煞 看不懂在搞什么 所以我们这个也只能求佛力加持啦 佛力加持 那么 过了农历年就农年啦 要怎么变 现在的 民进党它是提倡不要礼仪廉恥 太课纲就是这个改调 所以那个立法院 游院长讲 他是以前哪 什么金主政治的产物啦 这个礼仪廉恥跟什么金主 民主有什么关系啊 这就是乱讲嘛 但是无知的人民他就容易受骗啦 因为他也不懂啊 这个从政的人他 他去医弄人民 让民民医吃 那他错的地方你才不会去找他嘛 他才能保得住他这个政权嘛 这个地位嘛 他这个官位才保得住嘛 就这样啊 那这个从政的人就没良心啦 没有良心啦 那招二业喔 当然下地义啊 五十多说 当一世官啊 做九世的牛去烦债 我看啦 现在呢 当一世官啊 大概要下五间地义啦 大概要下五间地义啦 那不懂因果啊 他就不知道害怕 那懂因果啊 越懂就越怕了 他说菩萨未因啊 众生未果嘛 所以你选一个 不提倡圣贤教育的政党 你说 这国家会好吗 会往好的方向发展吗 那绝对是不可能嘛 那么 你选一个 认同这个 中国传统文化 这个政党 他能讲 众能做不到 那还有希望 能改善 你都否定了 那就更不可能嘛 是更不好了嘛 这个道理很简单啦 也很简单 但是这个 现在呢 你找几个有智慧的人去分辨 这个找有智慧的人分辨 你不能感情用事 就是要很理性的为人民的利益为前提 不是为一党的利益为前提 如果你为你这个党 为你政治的利益为前提 那人民就惨了 那人民就惨了 那肯定的嘛 大家想是不是啊 人民就惨了 吃莱猪你就乖乖的吃啦 还好我们吃素的 对我们没影响 对我们没影响 所以 建大家来吃素 也是好事 你们不要吃肉 就不会吃到莱猪 那你买了那么多 给美国买了那么多 没有用的武器 发人民的钱 我们要的比较好的武器 钱交了也不给我们 都是乌克兰比较需要 先送给乌克兰 那拿人民这个钱去讨好美国 保住他的这个政治利益 他不是以人民的利益为前提 是以他们这些政治人物 他们的利益为前提 这很没良心耶 所以无论什么党 如果以自己党的利益为前提 都是不对的啦 是不是啊 所以党 也没有好 没有坏 你说党他有什么好坏 他只是一个名称嘛 但是你们这个党里面的人 有好人有坏人啊 这些党员啊 这些党员啊 有好人有坏人啊 每一个党都有好人有坏人喔 还有你的政策有对跟不对喔 是不是啊 那党就有什么好坏啊 党他只是一个名称嘛 但是你这个党的人有好人有坏人 你这个党的政策有对的有不对的 就这样嘛 那我们现在是针对啊 不是针对哪一个党啊 我的选举是 看他的政策啊 哪一个政策对我们人民比较有好处嘛 你们现实我们要现实一点嘛 不能呆呆的跟你们跑啊 所以台南那个市议员啊 谢龙介啊 不然公公对人还背望啊 真的人民都说公公啊 也不错啦 那你说那些老人家他怎么懂 你只要给他送个便当 五百块给他 他都去啦 这个比较实在啊 其他不重要嘛 他不懂嘛 他不懂你 你拿来骗这些人 你真的是良心而在啊 所以你选一个 不要礼仪廉慈的政府 肯定你会往不好的方向发展 那么选一个 提倡礼仪廉慈的政府 他也必然会往好的方向发展 为什么呢 起码比如说 我提倡礼仪廉慈 但是我犯错了 我还会不好意思嘛 会惭愧嘛 哎呀 我自己讲的都做不到 是不是啊 还有 会受自己良心的谴责嘛 那如果他不提倡 没有啊 我这个就不要啦 他怎么做都是对的 那你说 你知道这个会不会 越来越离谱啦 那肯定了嘛 你只讲法律 法律 法律是人定的啦 法律是人定的啦 所以 那些都不标准啦 因果律是最标准的因果律 所以法律 你也离不开因果律 因果律之前人人平等 这个经典讲的都是实实真相 我们听佛的话 听圣贤的话就没有错 那这个 我这个人的不好的习气就是 比较喜欢啊 我跟你讲清楚说明白 如果你自己 你自己不接受 以后 这个因果你自负 你自己负责 那这个就跟我没关系 那如果我没有讲清楚说明白 师父你都没讲嘛 那就是我的错了 那我讲了 大家不接受 那你要负责 你自己要负责 要负责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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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一个政府啊 它下面的各部门的人才都要有啊 不是那个总统啊 他就是什么都能做啊 他要有他的团队啊 是不是啊 那么他们这个团队就是 其实人才很多啦 有时候真的好了呢 很容易受到排挤啊 出不来啊 所以这个党没有好坏 看这个人啊 看这个人啊 他这个人 那比较正派一点啊 不要为外国集团的 比较正派一点 那对我们人民比较好处啊 比较好处啊 比较国家比较好处嘛 那么改革如果不依照经典啊 再改的未必是对的啦 现在只要改革改革 不要贪不要贪 你没有叫他学这些德行 没有叫他学这些经典教义 他怎么改都不会精准啦 就不精准啦 所以那个欧老师讲 那个 我很支持他们 希望大家也都伸给他 因为他是要把你额你交好啊 他要把你的额你交好 你去反对他 那你不是颠倒到极处了吗 世间哪有这么颠倒的 那真的是太离谱啦 交好你的额你嘛 那么要认识我们自己祖宗的历史传统文化 这是大笑嘛 做人不能忘本嘛 所以现在这个 传统文化 所以这次我在新加坡也跟孔凤志官 跟他们孔教会讲 新加坡都是英文为主的 马来西亚是马来文为主的 那么马来西亚还有法校 都是民间办的 一千多首 新加坡都没有 所以我就跟新加坡同学讲 我说你们以后的你们的子孙 就不认识祖宗是谁了 就不认识祖宗了 那现在呢 新加坡老人还会讲台语嘛 福建话 现在房源 年轻人都不会讲 我这样讲 那他不会讲言理 只会讲英语 他对你这个祖宗的历史文化 对你的祖先祖宗 他就没有感情 所以我们现在台湾人在提倡双语 那么怕英语学不好 好像我还没有听一个说 怕中文学不好 这个问题很严重 现在以后如果他回来都跟你讲英文 如果你不能跟他沟通 你跟他就没有沟通的管道 没有感情了 像我弟弟那个大女儿 到澳洲嫁印度人 他两个外孙 一个孙子一个孙女 以前我弟媳妇带 我弟媳妇都没有说国歌 都说台语 还会叫他叫阿嬷阿嬷 现在呢 澳洲他妈妈也没教他讲台语 也没有讲国语 都是讲英文 最近去年跟我弟弟弟 弟媳妇去 有什么大人 叫阿嬷 两里百七万娘娘小 什么叫阿嬷 他又没感情 住个几天 慢慢地跟他讲 慢慢地恢复记忆 好 时间到 下课 好 时间到 怎么办 好OK ホテル 好 好 まぁ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